对,原来的是0度 再转过来90也是0度 就是因为它上下是长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只要一个30度,一个60度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开启那个GIF的MET 第二个会用到的软体就是Photo Impact里面的最下面这个 做动画的 这个是做一般静态的图片 这个是做动画 你就开启这个GIF的MET 开启 开起来之后 开起来之后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在跑 点下去 这个GIF的MET之后先把它关闭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启影像 其实再做一次 跟Photo Impact一样的事情 到Web02里面 去开Images 0204这一张图 一样再开启一次 接下来 一样的方式 我就把这个显示的 这个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有没有 这个太小 按加号就可以了 加号就放大 渐号就缩小 这样子 那我要做什么 第一个画格 不要动 第二个画格 要篮球 转30度 所以我就把 切换到Photo Impact 把30度这个篮球 复制起来 这个是30度 有没有 然后贴过来这边 贴上 编辑贴上 有没有看到 30度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贴上来以后的话 这个边边要把它擦掉 用橡皮擦 把它擦掉 橡皮擦 这个地方慢慢擦 擦得漂亮 看不出来 不过线 擦进去一点没关系 就是外面这些 有没有 有没有 擦掉了 擦掉之后 再用这个挑选工具 移过来 这样就好了 可是这边也要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编辑 复制 编辑 贴上 这边就一个 有没有 注意角度 这样有没有 这样就好 那第二个画格呢 就会 这个画格 第二个画格 有没有 跟第一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画格是这样的吗 第二个画格 转过来一点点的 第三个画格呢 跟第一个画格 所以第三个画格 我就必须什么样呢 切过来 把它这个有没有 复制起来 这个我们刚刚做的嘛 然后再切过来 把它贴上去 编辑 贴上 一样的方式 橡皮擦 要一圈 擦掉 擦进去一点一点没关系 然后再把它移过来 有没有 这就是那个 六十度的 对不对 再编辑 复制 编辑贴上 再把 因为会产生另外一颗嘛 另外一颗 这样有没有 好了 一二三 有没有看到 那最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上面会产生 三十度两个 六十度两个 有没有 这两个应该三十度 这两个应该是六十度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就必须呢 做一个动作 画格 里面有个 将 不同的画格 物件 调成一字 这边 所有物件 通通通把它 怎么样呢 按确定 这个动作呢 一定要做 一定要按一个确定 画格 将不同 画格的物件 调成一字 然后所有物件 这地方一定要做 所有画格这边 好了以后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就把第四个画格 不要动 有没有 因为四 就回到原来的 对不对 再来五的话呢 就要变成 跟二一样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跟二一样 特别注意 跟二一样的话呢 就是把 五的话 这两个是三十度 所以这边是有眼睛 对不对 这两个奇怪 位置 位置再调一下 好了 这两个 这个是三十度 五的话呢 也是三十度 所以你就把 这两个眼睛打开 位置都偏了 然后画格 将不同 这个要做一下 这些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